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九年级的学姐 来自The Night 艺术学院的转学生 Kiki许佳琪 我觉得所有学舞蹈的孩子们 能在舞台上用无声的语言 用肢体的动作 在舞蹈作品里面 努力地绽放自己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有人帮我开门 你好 你们参加谁来了 你好 热烈欢迎 热烈欢迎 其实我们这组的飞行嘉宾 是最快就猜出来的 是吗 是什么 蝎子腿 是用的蝎子腿 太明显了 我们给老师那个啥吧 就先把前面学的跳一下吧 行 不用叫我老师 你们叫我Kiki或者叫我 叫我什么都可以 她真的是那种外表 是高冷型的 但实际上就平时相处 真的又特别暖 是 可爱小姐的东西 会更有那种 像是一个朋友进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距离感 还蛮亲切的 我已经硬到不行了 我来之前还老窒息了 我说这么专业 都是舞蹈师 然后大家可能想的有点多 我刚进那个舞蹈房的时候 因为是递交 第一反应就是趴胯 这种感觉 我感觉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出现过了 大家就是趴着画或者开开筋 拉拉筋怎么样的 就很自然就聊起来了 其实我跟他们的话 我觉得像同学一样的相处 后来和我们完成这个舞蹈 给我们出了舞蹈动作 然后里面就有它的均点动作 蝎子腿 再往前掏 打开 然后这个腿直 然后弯 然后同时这个上伸下来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反过来 然后一个 然后再这样 然后再出气 是不是 然后再转 我觉得大家其实非常放松 这是一件心态上的一件好事 他们会有一个阶段感 刚开始学动作的时候 就当作是一个 学习的 玩的那种劲儿 之后 包括AB角也好 然后所有人也好 我感觉他们每个人 那股热劲就是越来越有了 我感觉到后期 大家都还蛮稳定的 越来越好 之前跳一遍 我觉得很累 就从PK跟我们一一节课 跳舞遍之后 我觉得目标是一致的 我的心是跟大家拎在一起 你们要贴吗 啥 谢谢 有感觉了 我看他们敦煌就是这样一个钻 PK他有带那个贴纸 就红色的小花花 然后跟我们贴在脸上 头上 就这种的 从心态上 心智上 就首先你让自己相信自己 就是以致敦煌我 对 得这样 就弄到背后 先贴上 美的 是吗 真的 可以的 这玩意就感觉瞬间敦煌气质 就壁画就来了 感觉自己就是壁画中的仙女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敦煌美人 美的 咋样 五六七走一 你看 就下七古怪 来 这个手 这个手对 打就是打开的 架在这上面的感觉 然后后手要拎 但你看你这个就短了 佳琪是对的 你看你看他放在那上面 你看你为什么没有在上面 走二 你看他腿拉的多大 他 过后他也没有接触过 但是 他要上手啊什么的 我觉得很快 他很会听节奏 但KK是听古典 听旋律 我觉得KK身上这个点 是很值得我学习的 吃饭 那你把这个人带来 时钥医 在这上面